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学六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续谈选球拍的另一个面 就网球拍软硬刚度 英语 stiffness 或者也有说网球拍弯弹度 flex 那什么是网球拍软硬刚度 他跟球打的好快suta 特别与网球走是否有关联 球拍刚度是衡量球拍和网球击打接触时 球拍会弯曲程度大小的指标 但急球时球拍弯弹用肉眼大致看不出手持的拍子 是软拍还是硬拍 或得借助高速摄影机 不过一般也不这么做 先来看看软硬刚度等级高低的概念 急球对球拍框架的扭曲越大 球拍的弯曲程度就越大 因此其刚度等级越低 反过来急球时扭曲越小 刚度等级越高 或者用另一种形容 因为扭曲大所以刚度软 你可叫它软拍子 Flex Rocket 而扭曲角因为刚度硬 就叫硬拍子 Steve Rocket 简单测试拍的刚度 将球拍平放 拍井底切齐至于两三本后书上 一手压着握把处 另一手下压拍头顶 可感觉拍子被压弯 即使有些体会 球拍弯曲刚度有的拍子弯得多 有的弯得少、多或少 可区别是软拍或硬拍 注意适当力量即可 物态用力压坏球拍 另外需知道的是 通常得用测试设备做实际量测 来了解球拍软硬刚度 往下将会继续说明如何量测 往球拍 刚度等级以数字形式引用 称为RA Rocket Analysis 刚度指数 有的取自德文、Ramen、易指拍框的前两个字母 RA 也就是球拍刚度等级 往球拍等级数约从40到85之间 大多数通常在50到75之间 数字低表示集球时球拍扭曲大 数字高表示球拍扭曲小 故假设两把球拍在各种规格上相同 例如重量、拍头尺寸、握把等等 则平级为RA50的球拍在集球时 会比平级为RA70的球拍扭曲更多 通常情况拍框越细、拍子越软 那么有一个问题 这些数字代表软拍、硬拍是怎么得到的 数字含义又是什么 进一步是什么材料、规格形式制作 会有不同刚度的软硬拍 这里有一个约列的简变算式 简单了解一下 刚度数字是怎么回事 RA等于F除以D乘以K RA其实就指的Rocket analysis 球拍刚硬指数 从另外讲到就是Rocket stiffness index F force也就是力失于往拍 力的单位为牛顿N 1公斤力KGF等于9.8Nm D deflection 拍子弯曲多少距离长度 单位为毫米mm K是个Constant 常数测量了厂商设备 及方式所给予设定的常数 简单的说 刚度RA等于粗的力F除上弯曲距离D 再乘以机器设备给的常数K 所得来的数字其单位RA 这刚度指数RA数字含义大略可类比 像音量或噪音高低大小 由小声到大声的分贝DV数 也就像刚度由小到大的RA数 在测量网球拍软硬刚度 市面上有多种厂商提供的设备 在此借助两个常用的多功能量测机 来量球拍刚度 第一个是Mirson Bay Auto Tune Pro 八摇耳朵量测机 中间有支撑点 拍顶头上加施力顶 握把部有压杆及螺旋杆固定 按启动键后开始量测 施力朝下 此拍为52RA的软拍 第二个 Varbonate Rocket Diagnosis Center 白保力机 减缩RDC机 同样RDC机中间有支撑点 拍顶头上加下拉钩 或把部有压杆及螺旋杆固定 按启动键后开始量测 拉钩力朝下 此拍为62RA中等钢度球拍 再根据钢度分类软拍硬拍 得知上次手中的拍子 约类是算软拍还是硬拍 这里对照一下球拍软硬刚度表 RA指在60以下大致归软拍 61到70位中等刚度拍 70以上算硬拍 拍子软硬刚度对击球力道 操控和舒坦顺手有着关系 也会影响打球表现 硬拍直接反弹来球 击球力道较强 软拍由于吸收了球积来的力量 击球回去的力道会较弱 软拍一般操控较硬拍好 而相对舒坦度也较佳 所以拿硬拍的球也得多 试着适应调整操控及舒适 至于球拍刚性软硬对于网球走 由于软拍吸震吸力 因此相对软拍较硬拍 对手肘影响较小 对于降低球拍打球时震动 球友可参考本频道 认识网球拍简震小物 及配置影片介绍 拍框架材料是决定网球拍 刚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刚度高的通常会使用较硬的材料 如高磨量石墨 碳纤维 石墨烯 或具有高硬度的复合材料 球拍拍框 刚度在制作后便固定了 但拍网线材的采用 以及拉紧力 可使刚度有一些变化 拉紧力大 增加点刚度 令巨肢纤维叫长线线材 拉隆线材等 叫强缸 如是未穿线球拍 和已穿线的球拍 其缸度会有些差异 如买未穿线的空球拍 对缸度比较讲究的 除厂商标示的缸度 应考虑加线后缸度可能的变动 结论 一般初阶球友适合偏用软拍 高阶球友用硬拍 但也常软硬拍 是打球及对手情况交互使用 球友可同时拥有自己适用的 RA级别的软拍硬拍